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们还是先说那个印度救命药的事 这两天呢 我们印度的代表也真是下了很大的辛苦 又给我们落实了一些货源 现在看情况 就是已经打款的朋友们 大部分都能拿到货 现在正在紧张的发货 紧张的核对这个单子 应大家的要求到时候再发布 现在也得考虑一些 一些信息的安全问题 有的朋友说我们公布的这个单子 可能有些能推出 某些人的这个第二号码或者名字 那下一批订单的这个单子就会把 这个只保留一个姓 然后手机号保留后两位 尽量的啊 就是保证大家的安全 其实呢 这个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就是你要是买药啊 中共也 他也没什么 可以 就是可以追究的啊 要是买口罩啊 现在据说扣的还挺厉害啊 药还 现在看没什么问题啊 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因为也得考虑到这边的经手的支援者 他们的工作量啊 因为很多朋友的这个收货人 跟这个付款人 跟邮箱联系人 都不一样啊 就是我们收到的信息啊 还有很多是有缺的啊 到今天还有一些朋友 怎么都联系不上 他没有提交地址 怎么都联系不上 哪个哪都对不上号 真是把这些经手的义工啊 简直简直给泪晕了 现在我看网上啊 都是在讲这个瑞德西韦啊 就是美国公布专利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药 我看了一下 但是它是那个注射制剂啊 叫注射剂 注射剂的这个效果呢 据说正在做实验啊 应该不错 应该不错 但这种药呢 我们知道中共的历来的 它的这个政策呢 它是不会给老百姓用的啊 你放心吧 它绝对不会让你买得起 就我们跟中国斗了 这个十几二十年了 中共从来就没有显示过 一点一点的人味 这个药本来 大家可以吃得起的 买得起的 它就一定让你吃不起 买不起 用不起 现在这次疫病 同样的道理啊 它绝对不会让你 可以轻易的逃脱 对这个疾病的惩罚 就是这个 对后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 或者逃脱这个疾病 对大家的 对老百姓生病的这个摧残 这都是中共啊 就是 它 压迫老百姓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举措啊 它 把所有的门都给你关上啊 绝对不会让你轻易的逃脱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 那个中科院 那个院士啊 还是工程院院士啊 那个叫李兰娟 那叫什么呢 就说 治疗艾丝病的另外一种药物 叫什么 什么哪位 卢 什么哪位啊 应该也是有效的 我们 我们的这个专家朋友 也是 大家都也都研究了一下 因为毕竟没有做人体实验 看这个药的原理啊 他跟我们正在给大家 就是 就是正在调货的 这个克里斯啊 他对艾滋病毒啊 他这个 抑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推断 只能说推断 他用于人体 应该也是有效的 因为 对艾滋病病毒 有抑制作用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 对这个肺炎病毒 新冠状病毒肺炎 对这个病毒 应该也有抑制作用 因为他的原理一样 有的朋友呢 如果 想买那个药 用这个药反而更便宜 可能 现在我们最后 没核定这个价格 可能就几百块钱吧 肯定比这个 克里斯药便宜 现在克里斯的货源 现在 很艰辛啊 掉这货很艰辛啊 不能充足的保证 我们正在讨论 跟印度方面 跟一些朋友 包括一些医疗的朋友 要讨论这个问题 要不要 帮一些朋友们 买这种药 储备起来 救命 相信 很快就会有结果 到时候会通知大家 另外一个最热的事 我是个人是 觉得很感动 就是这个 清华大学这个教授 叫许章润 又发了一个 很长的这个书 一个公开信吧 就是愤怒的人民 不再恐惧 这里边呢 直接的 就是 开始 痛骂习近平 用了那个词叫 心口不一 无耻之忧 就是无耻之急的意思 特别的无耻 直接的指责习近平 然后 列举了九大象 九大象理由 把中共近些年的 这些倒行逆施 列举的真是 真是淋漓尽致 中共那些丑事 给老百姓 造成这个苦难 简直都是 用一个文人的笔 把它写出来 确实是非常的感人 尽管有的朋友 对他的这个观点 不认同 因为毕竟他还是 在讲这个改良 总是从头到尾 这封信是在讲 就是中共为什么不改良 为什么不做好事 能好好的把这事 把它给老百姓 带来的福利 是吧 你对得起良知 对得起道德 就是对得起法律 对得起现代民主进程 这个大去世 中国为什么不走正道 老反着来 越走越糟 越走越糟 老百姓也吃苦 国家遭难 党也不行 政府也不行 官员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为什么 真是痛心疾首 当然我的观点 大家一直都明白的 我就说 中共他这些东西 他不是腐败 不是无能 不是无为 而是中共作恶的本性 作恶的本性 你不把中共干掉 什么改良 都是扯的 道理 各有各的理 青菜萝卜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你说许章人 讲改良 痛气不争 这个不对 思想不对 也无所谓 你要说 我们就是革命 有的人认为 我们应该革命 不应该再求中共改良了 我们对中共改良 没有期望值 我们就应该把它干掉 这个也对 咱不在这争 不在这争 但让我感动的是 这个许章人 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有人说他背后 有人指使他 但我通篇看这个文章之后 我感觉这个指使的成分 不是太明显 这确实是 这个许章人 这个心血之作 这是真情之作 因为很多 他这个感觉 他这个感受 我们 就是我呀 我个人真是 深有同感 我给大家念一段 就最后的结尾的部分 就是行文至此 回看身后 戊虚一来 在下因言获罪 停级降职 留校查看 行止受限 就是许章人 还是受了很多打击的 就是挺惨的 因为敢说真话呀 敢说真话 肯定是有 是面临中共的一些打压 他不是说这个 毫毛未动 中共完全没有动 他还不是这个样子 要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出来 直接否定 中共的最高领导 直接否定 中共所有的 上中下 所有的层级 否定中国 所有的体制 这还是需要勇气的 不能简单的 就是一个 知识分子的 小小的改良 改良主义 不能从这个角度 来推断他 尤其到最后 他完全就是 情感的发现 脚下的这片大地 你深情而挂恩 少福却多难 你一点点 耗尽我们的耐心 你一寸寸 灼散我们的尊严 我不知道该诅咒你 还是必须理赞你 但我知道 我分明痛切的知道 一提起你 我就止不住泪意双眼 心揪得痛 是啊 是啊 如诗人所拥 我不要温和的 走进那个凉意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 燃烧咆哮 怒斥 怒斥那光明的消失 因而 书身无用 一生长叹 只能执笔为鉴 讨公道 求正义 至此大义 独此乱象 愿我同胞 十四万万 兄弟姐妹 我们这些 永远无法逃离 这片大地的 意外生民 人人像不义咆哮 各个为正义 将生命怒然 刺破业章 迎接黎明 习其用力 用心 用命 拥抱那终将降临 这片大地的 自由的太阳 这段话真是让我 难以言表的感动 为什么真是 也是我的心情的 这个血照 你能感觉到 这个许章人 他是在求死 基本上对 对死亡完全没有恐惧 就一个人绝望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愤怒到绝望 愤怒到求死 没有后路 他事实上也没有后路 一个 一个 弱小的知识分子 手无 叫手无腹肌之力 又没有权力 在命运的一个大潮中 完全是一个 随波逐流的 被摆布 被欺辱 被捉弄 就这样一个命运 它并不比 我们所称的底层的老百姓 要好到哪去 相反我倒觉得 这个许章人 就是一个底层的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人民 我们这些老百姓 他并不比我们高多少 跟老百姓的命运 是一样的 一样的惨 就书生的笔 能干什么 就是书生无用 就是秀才造反 十年不成 书生无用了 因为书生没有权力 没有武力 只有 人心 只有义气 担负天下大义 也就那个心而已 并且许章人也在讲 为了什么呢 写这篇文章 为了什么呀 讨公道 求正义 便希望所有人 都起来咆哮 都起来表达观点 表达你的愤怒 这是我一直以来 想让大家理解的 也算是一个呼声吧 一个呼吁 起码呢 要战胜自己的恐惧 在你绝望的时候 不要因为绝望 而麻木 而退却 而是应该 发生 求公道 为什么要求公道 因为我们没有公道 许章人讲的 想起这些事的 想起 在这片大地上 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运 叫泪溢双眼 这也是我经常 经常 会产生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的这个经历 主要是这个救助 大病儿童 从这做起的 我给大家讲过 对那些孩子 我们又没有钱 救助他 到时候 这孩子往往的 因为得不到救助 就死去了 当你亲眼 见证这些孩子 他们一个个悲惨的命运 如果他们生在美国 生在欧洲国家 生在日本 甚至生在泰国 生在印度 他们都不会 像生在中国一样 绝望而死 我那个时候 那个生活状态 我现在真是 就是不忍回看 往往那个时候 那些孩子 被父母带着 就到我办公室来 来求助 往往下跪 往往一家人在那痛哭 我那个时候 真是无能为力 我们根本目不到 这么多钱 我那个时候 我就讲 我给不了你钱 也给不了你命 但我希望 我给你一个公道 即使今天 给不了你 我总有一天 我要给你个公道 那时候想起这些事来 即使来到美国 经常都会想起那些孩子 每个活生生的面庞 他们那些眼神 他们那些悲惨的 那些境遇 想起来 跟许章人一样 泪流满面 就是哽咽 就是无声的哽咽 就撕心裂肺的那些痛苦 就痛到不能呼吸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人说 我为什么这么仇恨中共 中国那些国安国保 他们又这个疑问 他们又问 就是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仇恨我们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亲自当面的告诉他们 我为什么这么仇恨你们 我为什么这么仇恨中共 就是因为 中国人所有的苦难 都是你们造成的 都是你们处心积虑的造成的 你就想让我们死 就想让我们痛苦 就想让我们绝望 我为什么不仇恨你们呢 这种仇恨 无法化解 它只有唯一的一个方式 就是消灭你们 彻底的消灭中国共产党 杀光他所有的作恶的分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那个时候 这么多年来 经常有这个念头 就有什么冲动呢 就是求死的冲动 做一个人 尽心尽力的做 但是远远不够 一个人的力量 是如此的有限 你没有办法解决 所有的问题 你再尽心尽力 你就是献出 你自己的所有的 仍旧是杯水彻心 有时候就讲 就就是求死 就对死亡有一种向往 也就是说 我到最后 我做了一切 好像还改变不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 那只有我的生命 都献出我的生命 如果真的改变这一切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我希望有一天 我来到天堂 我能坦然的 面对上帝 面对那些 我承诺要给他们 公道的那些孩子 我坦然的 我坦然的 面对自己 所以我能 体会到 许章润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那个感觉 就是求死 什么都不怕了 许章润用的这个标题 就愤怒的人民 不再恐惧 他是在说他自己 又何尝不是在说 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心情 我希望大家 午夜梦回 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 我们都想一想自己 想一想 这些事 这两天 随着孔庆东 发那个微博 把这个习近平 搞成 这个 朱老师 重征地 又出来许章润的这封 公开信 又加上习近平已经 六七天七八天 没有公开露面 所以中共 内部的传言 纷纷而起 有说 习近平中风了 完了 有说 元老们正在 向习近平劝退 要退汪洋上来 太多传言 我那个观点是 很明确 不要瞎听这些传言 有的这个失锤了 那个失锤了 都是扯的 他们放什么风 就想让你 跟着走的 跟着走的 没什么意思 这样没什么意思 我们 要 对中共的 他们的运行体制 包括他的这个 即使他政变 好像军事政变也好 还是什么什么变 你要了解 这个习近平 和他 这个下边的这些中共 整个体制到底什么本性 我们之前讲过 中共的 他这个政权 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 所历届的党魁 他第一个 最重要的 核心的 唯一的 其他事 什么都不用干的 只有这一件事 就是控制军队 控制军队 为什么 控制军队 什么都有 军队控制不住 什么都没有 将来命都没有 更别说什么身后名了 名声了 什么都没有 我们也说 习近平控制军 怎么控制呢 他先把他的 前朝的这个 江湖留下来的 这个军队啊 彻底把他 灵敲碎割了 然后 建立自己的 亲军禁卫 第一个 就是防止有人 对他动手 第二个 拿这支 亲军禁卫啊 这支军事力量 这直接要命的 这个军队啊 武装力量 来震慑 他的政敌 也来 维持他的权力 统治老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一个 所谓的啊 据传是 内部的人 传出来信啊 军队现在没有问题 军队很稳定 那我们就知道 军队稳定 指的是什么 军队的稳定啊 稳定在 哪个层面上 在哪一层意义上 是稳定的 就我们就是 说那个本质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现在哪有党军呢 之前也没有党军 要不就是毛家军 要不就是邓家军 要不就是江家军 可能说胡家军 有点 有点这个名不符实 胡锦涛这个人 他不是 其实说白讲 胡锦涛不是不能控制军队 他只是他个人性格问题 他就喜欢记骨传话 把自己视为一个过客 这是个人性格问题啊 现在叫习家军 整个军队 忠于党 但是最主要的忠于党的领导人 忠于习近平 他称为习家军 习主席的好战士 直接就跟原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样一脉相承 他只听着一个人的 这才叫独裁 这才叫专制 这才叫中共 他为了防止军事政变 掌握这个最具威力的武器 我们都知道 就是起码谁要搞他 谁要拿掉习近平 起码的你要破除他 就是通过他这个三道官 这三道官是什么 就第一个就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 他知道是大内的 大内负责大内警卫的 这是直接掌握 中央核心领导人的命的 这是无比的重要 这个中央警卫局 那个局长现在都知道 是谁 是那个王少军 王少军是哪的人呢 河北邯郸 永年人 这个王少军 永年在哪呢 他就在 36度 乘114度 14度 15 跟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吧 是吧 36 14 都加一度 就旁边 就是37 115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在从唐 这个地方啊 在唐朝 从唐朝开始啊 所以唐朝称为 藩镇割据啊 其实就指的河北三镇 尤其这个 叫魏伯节度史 就是这一代 那个时候啊 我们讲这个亲军啊 掌握自己的御林军啊 就是这个特中部队 就是从这个 唐朝藩镇开始的啊 每一个节度史啊 尤其这个魏伯节度史开始的 他养了一只亲军 这个亲军啊 享受非常好的待遇 然后给他 这个各种荣誉啊 金钱啊 特权 干什么呢 打仗的时候拼命 然后保护他 不听朝廷的 整个唐朝 从安史之乱之后 这个藩镇割据 一直到唐朝灭亡 魏伯节度史 就就河北三镇 这个亲军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说你 谁当这个节度史啊 皇帝说了不算 皇帝说了不算啊 他就 藩镇啊 就是这个 就像家天下一样 都是在这个亲军啊 就他们 当时起了很多名字 我一不能一一 今天给大家讲 关心这个历史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一看 关心河北三镇 尤其这个魏伯节度史 大家跟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预言啊 就甘泽瑶 甘泽瑶里 那个红线传啊 包括什么那个 聂隐娘啊 什么都是讲的 魏伯节度史啊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中央九云局局长 王绍军 他这个老家 就这一代 就这一代 河北兵 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 基本上是 他有那个 古往今来 传下来的那个风俗 就是 适合干这个活 终于 终于什么 终于这个头 终于这个头 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事 什么党纪国法 什么 什么这个 党的利益 人民利益 都靠边 他们是一种 一种叫什么 叫完全就嫁接在一起的 命运 紧紧相连的 这样一个体制 中央警卫局 公开的 可能都知道了 就习近平上台 这把中央警卫局 完全都清理掉了 原来的这个 从官到兵啊 官兵都清理过了 都是换了 换了这个 都是自己人 一层层的自己人 中央警卫局的政委啊 那这中央警卫政委 他其实是中办主任 中办主任兼任的 现在应该是这个丁薛祥吧 丁薛祥 就中办主任兼 中央警卫局政委 然后中央警卫局呢 只属于中央办公厅 但他名义上呢 他属于这个总参谋部 现在叫联合参谋部警卫局 但他挂了一个 公安部警卫局的牌子 公安部酒局的牌子 但是公安部对 中央警卫局 没有丝毫的影响力 这你大家可想而知啊 你公安部 你怎么可能指挥 中央警卫局呢 只是挂一个名而已啊 中央警卫局有四五千人吧 就是比较精锐的 这个比较精锐的 这个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应该猜得猜得到 但中央警卫局只有几千人呢 大内 再往一层是哪呢 就是北京卫戍区 北京卫戍区原来啊 是属于这个北京军区的 北京军区呢 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把它调整了 它现在不属于北京军区了 它属于 只属于中央军委 但它隶属于它的体制啊 隶属于陆军司令部 就是 现在习近平搞这个军队改革啊 就它设了陆军司令部啊 它只属于陆军司令部 北京卫戍区 就有这个重装师了啊 它装备就很厉害了啊 它有几个警卫师 它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师啊 它这个团啊 营啊 联啊 它都是 都是加倍配置的啊 就比方平常的一个团 三个营啊 它可能就六个营 甚至九个营啊 一个师可能就九个团了啊 这个 你不能光看 它只有两个师啊 原来有三个师 最早是六个师 现在有两个师啊 还有个警卫师机团 这个都配置外界不太了解啊 因为它重装 齐装满园 抄边配置 就是把它叫做御林军 它就担负警卫中央 必要的时候掩护中央撤退 朝什么四川 朝哪跑的 干嘛的 这是他 他这个卫手区呢 就在 中央警卫局的外围 啊 就是第二层 就第二道关 你先搞政变 你先动习近平 你先 你先过中央警卫局这道关 呵呵 在 你要过中央警卫局这道关之后 你还得再过北京卫手区 北京卫手区之外 是中部战区的陆军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38军 原来叫38集团军 驻保定的 就是在北京南大门 其实就接近北京近交了 北京近交了 现在呢 以38军为基础呢 就改编番号之后 现在叫82集团军 82集团军 这个82集团军啊 就相当于原来38军 原来叫外顺军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是 这是 相当于在北京卫手区外边 因为北京卫手区 它有重装饰 它有坦克啊 装甲车什么都有了 但是它远远的比不上 这个38军的啊 38军的这个重装程度 和这个兵源啊 因为现在一个集团军 都好几万人 五六万人 就甚至 达到十万人 就是 就是38军的装备配置啊 在全军序列里 它应该是最优先的 就等于说这三道官 北京卫手区这个配置 他现在这个 这个司令员叫王春宁 王春宁 王春宁 还有一个搭档的 一个政委 这个政委啊 最有意思了 这是2020年 1月份 刚调来的 之前是83集团军的 政治部主任 突然调到 就在上个月 突然调到卫手区当政委 北京卫手区和中央警卫局 它的体制啊 跟其他的部队不一样 北京卫手区的这个政委啊 他排在司令员的前边 中央警卫区也是 中央警卫区也是 他都提到 这个北京卫手区的一般 都先讲这个政委 再讲司令员 这个政委啊 叫张凡迪 接替员的叫江勇 张凡迪 这张凡迪啊 大家想一想 从这个一个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他叫这个副军级啊 直接调到北京卫手区当政委 并且超越 他的这个职权啊 在这个司令员之上 北京卫手区是副大军区级 现在 他的配置是中将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刚刚就上个月 突然调一个 越级提拔一个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一个副军级 直接提到副大军军级 大家想想为什么 这个人是河南郑州人 河南郑州人 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啊 这些一切都有迹象 都有迹象 北京卫手区赞往上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他直接指挥他的 其实是陆军 陆军司令 这个陆军司令啊 原来我们 节目很早期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叫韩卫国 韩卫国原来是中部战区司令员 他是习近平从南京军区 从一个军长 直接调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直接后来军队改革的时候 直接是中部战区司令员 当时五大战区啊 就是一个司令员 一个政委 等于十个人 其他九个全是上将 只有这个韩卫国 少将刚提拔成中将 都没多长时间 然后就当了这个 最重要的中部战区的司令员 这也是 他是越基提拔 然后很快 一两年 一两年就生起来 最后就是上将 从上将 从北京卫手区 从这个中部战区司令员 再往上调 现在是陆军司令员 陆军司令员 这个韩卫国 哪儿啊 河北警刑人 警刑这个地方啊 甚至是什么 是关世云成道的这个地方 跟他这个地方 经规度有关 韩卫国呢 他是1956年1月 但是就还是以卫年 以卫是什么意思啊 以卫就是二八 以卫就是二八 我有些节目专门讲这个奥秘 就是习近平怎么 调配他这些军队 这些将领 这个不是靠 不是靠光 光靠这个个人魅力的 这些都是合乎天数的 就我们刚才讲过这个 三十八军 为什么改成八十二集团军呢 因为从军队发展改变之后 从七十一集团军到八十三集团军 只有这个八十二 叫我们叫二八天数 二八天数 再讲一下这个八十集团军呢 也是去年 突然调来一个副军长 这个副军长 是谁呢 是这个原来航天员 神州飞船 航天员 宇航员 景海鹏 姓景的 这正了八十 八十集团军啊 是天数 但是就来一个航天员 航天员来当副军长 基本上不靠边的 因为原来那个 大家知道 那个最早的杨立伟啊 他后来就是 载人工程 什么办公室主任 大家想想 为什么把一个航天员 跟这个陆军作战啊 根本不搭边的一个 景海鹏 调到八十二集团军 当副军长 别八十集团军呢 也是刚换的军长 也是刚调来的一个新军长 外界都 都不清楚 他的履历什么的 外界基本上都不清楚 都是在19年 就是 离现在没几个月的时候 突然调整的 突然调整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都跟今天这些 建的这些局势有关 都跟建的这些局势有关 也就是说 你要想搞政变 想拿下习近平 起码的 我刚才讲的这三个 这三道官 你都得把它 都得做通了工作 否则 这个军事政变 或者你想拿下习近平 那就不可能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习近平就变 真的变成中风了 真的变成个死人 躺在这 谁也动不了他 否则 处心基督搞这事干什么 韩国越级提拔的 北京会社区政委 越级提拔的 我们再往上讲 韩国再往上 是总参谋长 现在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李作成 李作成是出什么出身 湖南农民 真正的农民家庭 后来到广西前线 当兵 当连长 那真是上过前线 打过仗 打过仗的 富国商的 一路苦盖 卖命上来的 但在江时期 不怎么样 这种人亡 又没有真正的背景 又不是太子党 又不是什么红几代 基本上靠边站的 靠边站的 但习近平2013年 把一个突然又不是中央委员 又不是什么 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又是越级提拔上来 提拔上来 江时期 后来军改的时候 陆军司令员 陆军司令员 直接提升参谋长 接替他的 就是刚才讲 捍卫国 大家想一想 军队是怎么能 矿制住的呢 你要是说 正常的情况下 咱们比方说 北京为首区 原来的正位江勇 年纪到了 退了 你平级调一个来 或者怎么样 论资历 来一个 这个没有意义 这个没有意义 对他没有恩 为什么领导人喜欢越级提拔呢 你要 相信他 你要把你的命交给他 一定要有恩 有恩于他 有大恩于他 这个才有可能性 这个才有可能性 习近平做这个 做的是得心应手 比较熟练 军队 知道军人的思维 跟老百姓不一样 也跟刚才讲的 许章润这种知识分子 不一样 是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无法理解的 尤其像这种军头 他到了 这个层次 到这个层次 你想习近平跟他们 其实也没有什么交往 也没有什么 之前也没有过过市 也没有不是什么亲戚 你把你这个身家性 交给他 凭什么 你有恩于他 谁都可以有恩于他呀 被他到这个层次之后 最高层 手握重兵 这时候 你怎么控制他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 像这种军队的布局 他要讲究天术的 要讲究天术 用什么人 要看他的出身 要看他的八字 要看他的八字 是很有意思的 就这个 你必须按这个来 你要不按这个来 这事就不顺 你要按这个来 这就天术 毕竟一定要让这个 你安排这个将领 一定要让他知道 就是说你忠于习近平 不是说仅仅的忠于习近平的个人 这是天术 这叫天术 君臣之间的缘分 或者人之间凑的一块缘分 他不是凭个人好物的 个人好物 没有意义 靠这个没用 要靠天术 就我刚才讲什么 叫天术呢 所以你要看这些人的 这个大班子 司令员和政委之间的八字 或者他这个出生地 这个姓名都有关联 姓名 八字 出生地 这三个要合一 要合一 就像看风水一样 如此重要的地方 如此重要的职能 那一定要合乎天术 就天地人三界 三才皆合 才能用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他要说 他想造反 或者他想怎么 他想很 或者被别人收买 那基本上他是不敢的 为什么 都是天术 要是说 随意的别人给你许个诺 给你许个愿 这个 基本上没用的 基本上没用 没有必要 他要 他要违背这个数 干这个事 叛变 他遭受的是天谴 有老天爷盯着他的 说到这儿 我们再讲个 河北的 原来这个 空实物军的这个军长 还是参谋长 就调来后来调 这个中部战军的参谋长 李凤彪 河北人 安心 但是我看他的经历 很有意思 他后来突然把他 又是越级 踢拔成什么了 踢拔成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他知道战略支援部队 是军内的 解放军原来这个 总参三部 或者原来电子对抗部 什么 这些 搞情报监视的 这个部队 组合成一个战略支援部队 搞网络 电子信号 锁定目标 搜索目标 是干这个用的 把他搞成个战略支援部队 你听这个名字 听得很中性 但是其实他就是监视的 就是用现在技术 进行监视 监视全军 监视全世界的 他干这个用的 他相当于美国 应该相当于美国的国安局 这样一个职能 把这李凤彪 突然调到那去了 也是越级提拔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这些 你看他跟河北的关系 这些巨头们 都跟河北有关系 都是 我们之前最早讲过 韩信 韩信 送他那个部将陈希 到河北来 当官 当太守 韩信就告诉陈希 军所守 当时聚录首 聚录这个地 天下精兵之处也 这个地 是最厉害的 必须要控制住 这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我今天讲了大家 我希望大家理解 就是 你要必须要知道 这些树 你知道它的意义 你并且你要精通 你才能去 去调配啊 这些东西 否则这个军队 这个将领 张三里四 王五八六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忠于你呢 咱们不是 这个能力无关啊 你怎么知道 他会忠于你呢 你怎么知道 他能抵抗诱惑呢 你怎么知道 他在危急的时候 他会保护你呢 靠什么呀 有很多讲究 不是靠 我看一眼 我看你眼熟啊 我看你面善 我看你 哎呀 这是个意识 不是这样的 他一定要合乎天数 一切都有数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中国军队编号 他是从71到83的 之前 之前讲过 讲过很多次了吧 这些都是数 这些都是数 关于习近平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习近平从来就没有说 身体十分健康 就是跟小伙子似的 从他上台之前 一到上台之后 经常会有这方面的传闻 要不背痛 要不腿不舒服 要不就是怎么怎么样 咱们讲嘛 就是说现在这个身体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亚健康状态 你要指的习近平 多么年轻力壮 多么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说习近平 像有人说的 说这个直接可能中风了 就是完事了 现在正在交班 换汪洋 谁要是 你要是说想死得快 要是体制内 要想死得快 你就赶紧去 赶紧去站在汪洋那边去 或者自己搞点动静 你还不想死 趁早还是老实点 趁早还是老实点 你还不知道剧本 你又不懂天数 就靠着自己 那点无知的智商 无知的智商 那点糊涂的逻辑 那基本上都是离死不远的 中共现在这个体制 习近平 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 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 你想就这么强着把他拿下 或者现在 江泽民自己都死 死翘翘了 胡女汤那样 指着这些元老婆 把习近平劝退 开玩笑吧 脑子智商低到什么程度 他会相信这些东西 好 这个什么 今天就先说到这 先说到这 不耽搁大家时间了 就是这个标题 它就会涉及到一些 一些具体的 一些公开的信息 其实你都可以查到 关于2019年到现在 这些关键军队位置的 这些人的调整 这将领的调整 包括防区的调整 大家可以翻新闻看 你都能看到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些关键军队位置的 这些关键军队位置的 这些关键军队位置的